7月4日,在英国索尔兹伯里,一名警察在一座公园外警戒,新华社图南币时间4日,英国警方公布了最新一起神经毒气受害案件。 受害者是两名普通的英国夫妇,目前,他们在何处接触到了这种毒气还不清楚,不过有消息称,他们曾在一个公园内感到不适,而在两周前,英国查尔斯王子夫妇,曾距离公园只有几百米。 据路透社5月报道,英国反恐部门4日发布消息称,这两名英国民众上周末在接触神经毒气入为乔克之后中毒,至今仍然昏迷。 报道称,受害者是一对中年夫妇,分别是45岁的丈夫查理罗里,查理罗里和她44岁的妻子唐斯特齐斯。 上周六,两人在埃尼茨伯里的一处房屋内,被发现失去知觉。 此地距离今年3月发生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妇女中毒案的地点,索尔茨伯里仅11公里。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警方称,目前还未发现这对夫妇是在哪里接触到这种神经毒气的。 警方正在对他们的活动区域,进行细致的检查,而据英国快报的报道,这对夫妇曾在索尔茨伯里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触摸到一个物体后出现不适,并准备去看医生,该公园距离索尔茨伯里是正厅仅320米。 两周前,英国查尔茨王子和妻子卡米拉刚刚到此时查,报道称,查尔茨此当时正是为了给在斯克里帕尔中毒案中旅游形象受损的索尔茨伯里打气。 斯克里帕尔妇女今年3月是在一个长凳上突然昏迷的,查尔茨夫妇访问了长凳附近的商铺,并从斯克里帕尔昏迷前就餐的餐厅前走过。 英国警方称,精华两起事件中使用的,都是神经毒气诺微调课,但暂时并未发现两起事件有何关联。 不过,按照BBC安全记者赫罗拉的分析,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毒气可能是斯克里帕尔中毒案中未用完的。 他认为,毒气可能被用来袭击斯克里帕尔之后,丢弃在了公园,某处房屋,或者是罗里夫妇经过的某个地方。 警方也表示,从最新一起事件,两名受害者的身份背景上看,他们并不是此次袭击的目标。 对于公共安全而言,英国首席医疗官,戴维斯·斯利·戴维斯认为,目前,这种毒气目前对公众可能造成的风险仍然很低。 今年3月,俄罗斯前间谍斯克里帕尔妇女中毒案发生后,英国方面曾指控是俄罗斯所为,但遭到俄方坚决否认。 此后,两国还引发了一场外交纠纷,俄罗斯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互相召回了外交。